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风文学大家 可是在他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 却因为改变了考试的方向 而在科举考生中引起了一场渲染大功 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 欧阳修推崇的科举文章到底应该怎么写呢 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任教授 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 科举文章怎么写 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宗文学大家 在诗词文部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道理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领袖北宗文坛达三十年 而这样一位文坛领袖 在青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时 却曾经两次名若孙山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欧阳修科举之路的坎坷不平 对他后来的文学主张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 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唐宗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 科举文章怎么写 敬请关注 上一集我们说 讲欧阳修讲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始终了解的比较多的是欧阳修的政治上的一些事迹 一些做派 一些言论 但是我们知道毕竟我们讲唐宋八大家 重心在文学 对不对 我们讲的是文学人物 特别是欧阳修 在宋代的这六大家里边 他排名居首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也很想了解 欧阳修 他的文学上的成就 或者他文学上的主张 对于北宋王朝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文学家 一个文章家 怎么对社会发生影响 在北宋 在欧阳修的时代 就要通过科举考试 通过科举考试来影响一代的文风 影响一代的诗风 所以在宋仁宗加油二年 也就是公元1057年 欧阳修担任了支贡局 礼部支贡局 所谓礼部支贡局 就是高考的第一主考官 负责主持这一年的全部的科举考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为什么呢 他主持科举考试 他就可以确定 今年的科举考试 或者未来的几年的科举考试 写文章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 跟现在的高考毕竟不一样 现在的高考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科 对不对 而作文在里边又占了一小部分 那么在古代 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 写文章就是主体 写诗 这就是主体 我科举考试我考你什么 我就看你的诗写得好不好 我看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 所以一个主考官 他会影响一代人的诗风和文风 因为他倡导什么样的方向 这些参加考试的世子们 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那么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 他会倡导一种什么样的唯文之道呢 就是说简单点 他会规定这个高考作文怎么写 你要想了解这个 你得先看看欧阳修小时候吃过什么苦 年轻的时候吃过什么亏 跌过什么跟斗 参加过什么样的考试 他现在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欧阳修和韩语一样 科举考试不顺利 考了两次 都没考中 你知道为什么 欧阳修小的时候读文章 他家里没钱 他从另外一个有钱人家的书楼里 发现了一本书 就是韩语的一部文集 但是不全了 比较残缺的 他一看这个文集 他喜欢 他觉得这样的文章 比当时流行的那种浮泛的浅薄的文章 要好得多 从此也下定决心 要学习韩语的文 当然也包括韩语文里边 所包含的道理 他就拿着这韩语的文 写着这韩语的文去参加考试 一考就考不中 一考就考不中 他后来就发现这规律 说韩语的文章固然好 但是他的文章不合于现在人的标准 或者说不适合于现在人考试的标准 那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他还学韩语的文章呢 天哪 韩语自个当年就是写这种文章 考了四回到第四回再考上 要不是那主考官是陆志 认同他这种文封 那他也考不上 后来不就是又考了三回那博学红字科 死活是考不过了 韩语自己都说 他写这种实文 也就是所谓的平文 他学不来 他就是学了他心里的别扭好几个月 那你说现在欧阳修该怎么办呢 欧阳修比他会变通 欧阳修觉得这样不成 就先放下韩文来写这篇文 所谓篇文 就是特别的讲究辞早 讲究对账 讲究对偶 比方说 出唐的 王伯写的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就是平文 你要每句都写成这样 那很困难 所以有的人写着写着 就只顾了文章的文采 忘记了文章的内容 韩语 欧阳修反对的就是这个 因为文章的核心还是在于有思想的内容 那怎么办呢 先放下韩文 先来对付考试 你还别说 欧阳修这样的人都是聪明人 只要一改弦更张 这种文章学得也很快 他先考了一个广文馆考试 这个广文馆考试是什么呢 广文馆是当时国家学校的一种 进了这学校 专门针对科举考试中的近视科 他考了个第一名 考进了广文馆 考完广文馆之后 又要参加国学解释 这个考试 这个考试是选拔那些可以推荐到 礼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 他参加这个选拔考试 又考了个第一名 你看很流 只要你改过来了 改了就好 改了你就能考上 他就可以参加礼部的考试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高考 他去参加考试 主考官是当时著名的词人 艳书 出了个什么题呢 司空掌域 地图赋 什么意思 就是题面上来说 司空这种官职 如何履行他管理地图的职责 你要为他写一篇负 这题目一拿到 欧阳秀就发现有问题 为什么呢 据他所知 司空这个官 周代有 汉代也有 但是周代的司空 不是只掌管地图的 汉代的是只掌管地图 所以他弄不明白 这个题到底是要为周代的司空写负 还是为汉代的司空写负 他就把这个问题问了主考官艳书 艳书后来说 他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很瘦弱 眼睛密里马虎的 不是特别的有神 看上去身体不太好 到他跟前来问这问题 艳书说 我等了 流流的一整天了 没有一个考生问我一个正经问题 有水平的问题 只有你问到点子上了 我这道题就想考这个 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里边的微妙的知识的差别 这回又考了个第一 你看摆通摆顺 接着往下走 就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电视进士科 这回不是第一 考了个第十四 那也挺好的 是吧 凡事哪有那么完美 能考上就不错 科举考试自随代创立以来 经过唐代的完善发展 到北宋时期 已经日真成熟 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 分为解释 省释和电视三级 考试的内容 以注重文采 讲究此早的便文为主 能够在近于科课的层层选拔 特别是在最终的电视中取的名词 对于科举考生来说 是莫大的荣耀 可是对于欧阳修来说 已经金榜提名的他 却对当时科举考试 通用的便文深恶痛惧 那么欧阳修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他对便文是非常厌恶的 厌恶到什么程度 我们上次说过 他跟范仲淹都属于革新派 范仲淹后来被贬了之后 又回到了朝廷 做了陕西经略副使 负责对西夏作战 我前面曾经说过 范仲淹一到台上来就把欧阳修怎么样的 想召回来 做他自己的掌书记 负责文书的 他不是不愿意吗 我前面说了 他曾经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不愿意 他说我当年支持你 不是要跟你同进的 我可以跟你同退 但我不一定要跟你同进 省得人家说我好像是图你什么似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非常关键 就是说我不愿意做长书记 不愿意给你负责文书工作 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写篇文 因为当时北宋朝廷 凡是官家的文书 公务文件 全部都是篇体文 四六文 队友文 我不愿意 我不想写这个 我当年考科局 为的是换文凭 没办法 我考过了之后 从此我不想再写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去当这个官 他对这个篇文的态度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篇文的风气很坏 只注重紫藻 只注重华美的外表 一点都不注重这文章的内在的实质的内容 你知道当时人也不光是欧阳修一个人讨厌这篇文 很多人都讨厌 因为风气很重 很多人都想揪这个篇 谁还讨厌 司马光 宋神宗继位以后 请司马光出来做汉林学士 这个差事就是专门写篇文的 为什么呢 他得不停地给皇上起草诏书 那全都是一手的篇文 司马光是死活不愿意干 宋神宗就纳了闷了说 古往今来 有人能为文不能为学 有人能为学不能为文 能兼有学和文章的不多 您这是什么都有 凭什么不爱干 他说我不愿意写那种篇体文 所以皇上说没事 你就写两汉的制造就可以 就是汉代的时候 那些诏书那都不是 那是散体文 说那不行 司马光说本朝的规定是必须写篇体 说你是考过进士的 对不对 这么大的学问 写个便利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大不了 你就写 你就担任这职务 你就接受我给你的任命书 不行 死活都不愿意 皇上宁塞给他都不愿意 后来派了一个宦官 跟着他屁股厚头 跑到办公室 让他接受 他还是不接受 坐在椅子上 把这个任命书给你 你接受吧 不接受 皇上说 那这样吧 你再回去 那皇上还等你的呢 他又回去 皇上这回简单 给那怀里一张 你爱接受不接受 反正都是你的 实在没办法了 接受了 你看 这例子很生动 说明形式主义的文风 让大家都讨厌 通过改革科举考试的文风 来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 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 在北宋时期 科场文风 与整个文坛风气 息息相同 联系一切 此时 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欧阳修 决心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 痛革科场击毙 刷新文风 推动文学革新的进程 可是就在他准备大刀阔谱 纠错纠偏的时候 一种奇怪的文风 却蔓延在准备硬考的读书人中 欧阳修认为 这种文风的危害 比遍体文还要大 必须打掉 那么 这个奇怪的文风究竟是什么 它到底是由谁来发起的呢 我们知道唐代和宋代 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 科举考试的时候 特别重视写诗 这诗写出来之后 能看出一个人的才华 看出一个人的文采 但是不重视什么 不重视策论 什么叫策论 现在的话说 就是写一些有关实事的议论 有关实事的文章 比方你写一篇 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这就叫策论 论目前的房地产的政策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策论 切于实事的 不是发内悟空的议论 那么最开始都是重师傅 不重策论 欧阳修主持了这个科举之后 他大力的倡导 应该重视策论 为什么呢 重视策论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可是你要知道这策论要写得好 有个前提 得博通儒家的经典 你的经典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要重视策论 你就要用散体的文来写这些策论 你就不能拿篇体来写 而要重视策论 你就必须要熟悉儒家的经典的著作 这是连在一起的 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这挺好 这事就结束了 是吧 原来是篇体 你多么不喜欢 现在你主持了科举考试 你不就可以把文风揪偏了吗 大家都开始写那种实用的 有内容的 颜值有误的那种散体文 用散体文来写策论 我告诉你 事情要是那么简单的话 咱今儿也不在这讲这么复杂了 因为要重视儒家的经典著作的学习 所以当时范仲淹等人就开办太学 专门邀请那个著名的实戒 大家应该对这个人的印象已经很深了 这个实戒就来做这个太学里边的老师 他是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 展客讲的也很好 可就是有一样 有哪一样呢 这个实戒 他是很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 但他重视儒家经典的方向 跟欧阳修有很大的不同 实戒 重在讲述上古三代 姚舜宇 先世之王的那种伟大的功德 他重视讲道理 特别重视讲什么呢 就是特别遥远而崇高的道理 上古三代的时候 民风淳朴 道德高尚 先王是如何治理天下的 你见过先王治理天下吗 他就高头讲章 他讲的就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丰富 但是跟现在的现实离得怎么样呢 非常远 他的那个理论很纯厚 也很深厚 但是很遥远 这是他所讲的儒学的方向 因为他讲这儒学的方向 所以他要写文的时候 他也写散体文 但他写文的时候 这文就变得非常怪 为什么会变得非常怪呢 欧阳修当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欧阳修说 如果一个人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事 他看到这件事情 他去做 他顺着这个事情的规律去做 按道理去做 他这个事会做得普普通通 平平常常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如果想要与众不同 与出惊人 那做事情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我要讲道德 那必须是特别的奇高的道德 我要写出的文章来 那必定是不同流俗的文章 总而言之 反正就是我们这一片 跟你就都不一样 就透着表现出他 特别的高尚的道德 特别与现在不同的文风 你知道欧阳修儒家的道德和思想的方向是什么 欧阳修就四个证 切于事实 实事求是 欧阳修讲一个很重要的话 说你现在甭说那么多了 什么上古三代姚顺宇 是吧 皇帝那时候开始的 我告诉你 就是姚顺宇 他们的政治 他们的道德 也很具体 无非是 我想要选一个大臣 到底选什么样的 我想要平息水灾 我怎么平息 都是非常具体的事 他甚至举例子说 孔子是最能讲周理的 离孔子最近的 就是孟子 孟子讲到先王之道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怎么种树 怎么样 开发经济 怎么样能够实行仁义之道 那都是落实在非常具体的生活当中的 没有绝对的 非常玄的 非常虚的 摸不着头脑的那种先王之道 所以他认为 一个年轻人写文章的根本的目的 不在于为文而文 而在于什么 你要通过你的文章要干预社会 你得让社会上的人知道 你为什么写文章 你文章里头的内容 对人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最重要的 你看 欧阳修的政治观 道德观 儒家的观念 以及他的文章的观念 都是什么样的 非常实在的 非常实际的 要求切于事实 但是在实界的倡导下 就不一样了 实界在道德上 在政治上 他取法乎高 取得很高 在唯文上特别提倡 要跟别人不一样 苏氏后来对这有一句话说的好 苏氏说什么 说皇上强调要学先王之道 要学儒家的经典著作 但是于府的文人们 求得过身 就于府了 求得过齐 就有点奇怪了 所以那文章写出来 就没法看了 本来是反平文的 结果反的过了 砸过戒了 砸过戒之后 那还不如平文了 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欧阳修始终认为 科举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 平易自然 也就是以他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方向 而实界所倡导的太学体 由于追求奇绝的文风 所以导致文章尖色怪癖 深奥难懂 称为宋代古文运动健康发展的心障碍 那么太学体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文风 欧阳修将会如何对待太学体呢 大家可能说 你这说了半天 说这个实界 在太学里边倡导这样一种思想 提倡这样一种文风 那我们就让他问问 他到底写成什么样了 我告诉大家 他这文写的太奇怪了 以至于都没流传下来多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法看 谁也看不懂 看了之后也不赏心悦目 只留下来一些片段的句实 我们可以在这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当时太学里边 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 叫刘己 这个在当时 实界的那些学生里头 被公认是将来 肯定是要夺壮严的人 学得最好的 这次不是他主持科学考试吗 欧阳修 主持科学考试的时候 刘己 也参加了 刘己 能万物生长 圣人出现 就这么个话 欧阳修一看这几句话就知道 这肯定留级 但是我们知道宋代的卷子是什么 是呼起来的 你看不见他名字 但一看这种腔调 就知道 又来了 就这太学的这帮人 写的这种怪文章 是吧 好好的人话不说 就非说些奇怪的话 他就没客气 就在后边续了一段话 续的什么呢 说秀才辣 试管刷 什么意思 就是你写的这些太奇怪 太荒谬 我对你这种句子只有一个字 就是刷 用什么刷呢 用猪笔给他刷掉 欧阳修改这份卷子 用猪笔把这句子刷掉以后 他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洪乐伯 洪乐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 就是红色的标语 红色的秀姑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大笔把它全都勾掉 勾掉之后 在后边又批了三个大字 叫大批谬 你这实在是太离谱 把那卷子一揭开 果不全 就这位 刘济 当然他就考不中了 当时不管是刘济 还有好几位学生 在一般的人看来 他们可能要取名高地的 但是在欧阳修的坚持下 这些人全部都没有获得考中的资格 大家可能说您这个例子举的 觉得还是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晰 不光是刘济 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 你一听就全明白了 欧阳修写新唐书 他的合作者是宋奇 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这个宋奇也有这毛病 他这毛病还挺深 欧阳修实在是有一天忍不住了 他们俩上班的时候 欧阳修先到一步 在门口上就写了八个字 什么字呢 说肖媚非真 扎打鸿修 听不明白吧 挺奇怪的 过了一会儿宋奇来了 到门口一看 这是什么呀 看了一会儿就笑了 哎呦喂 老兄啊 你写的这不就是夜梦不祥 提门大吉吗 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不祥的征兆 早上起来赶紧在门上写的几句吉祥话 就这意思 欧阳修说是 你觉得你能看懂吗 你老兄写的就是这东西 还有一首诗也是这么写的 雪海波中老龙 圣人门前大崇 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 很新颖 但是不成话 还有一段话写的更奇怪 写的什么呢 写的叫周公崩徒 玉操本差 赴岳铸板 来铸太平之机 直接翻译是什么呢 周公亲自来规划 大宇扛着铁锹来参加建设 那个赴岳著名的大臣 他是什么呢 是胡泥墙的 总之就是这些圣人 规划的规划 论铁锹的论铁锹 是吧 给你刷泥墙的刷泥墙 一起来建设 我们伟大祖国的太平的基础 根本用不着这么费劲的说 这就是故意的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对这样的文风 欧阳修是非常反感 他本来反平体 反了半天平体 冒出来现在的太学体 但他必须得纠偏 如果不纠偏 这就会影响整个一代人 和两代人 甚至更多人的什么呢 未来的文章的发展的方向 欧阳修在他主持的这次共诀中 凡是显怪奇色之文 一律不欲录取 因此极大的打击了 以偏体太学体为代表的不良文风 并在某种程度上 实现了庆立新政提出的 科举改革任务 不过如此顺应时代要求的改革 却在科举考试中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么 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 欧阳修又会如何面对 这样的艰难险阻呢 好了 你知道科举考试啊 那是规模很大的 你把方向变了 人家用功用了好几年就白用功了 是吧 他这红刷子一刷 那下去的不光是留己一个人 那是留己们 好多个留己就被刷没影了 那些人能干吗 当然不能干 他们就开始鼓噪 就开始造反 有的人呢 就写一篇 记欧阳修文 给他写篇记文 然后呢 给他扔到他那院子里头 是吧 有的人呢 这个 他起码走在街上 有人拦住他的码头 跟他争辩 还有的人呢 这个 在外头传一些他不好的名声 说一些他的谣言 总而言之 当时的这场 科场上的风波是很大的 欧阳修处置太然 见得多了 而且欧阳修早有思想准备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早就知道 如果我这牵一发就会动全局 来参加科举考试的 有好多都是东京汴梁本地的富家子弟 我这一动 他们肯定全都得动 但是我不为所动 我窥然不动 我现在只要稍稍一放松 我的努力就前功尽弃 我只要能够坚持的挺住 改革文风 甚至改革学风的任务 我就能够达到 他力挺 但是你知道 这样做 毕竟代价很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场的考试的这些举子 要闹事 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有很多人 如果这一次没考中的话 说不定以后两次考不中 这就八年 以后跟功名利路就毫无关系了 所以这一次科场的闹事 很多人闹事 也给了朝廷一个教训 最后立了两条规矩 第一 隔年考一次 这样就不会把大量的人都聚集在京城 第二 进一步加大策论的力度 那就说以后你要参加科举考试 可以 你重在策论 你的策论 这回你看清楚了 不能再写成 刘己那样了 以后要用散体写质朴的文章 什么叫质朴的文章 就是切于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 不要谈选 不要空说理 而要结合实际的问题 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了 你说欧阳修 他是一个文章家 他也是个政治家 他作为政治家 他参与政治革新 参与人才选拔 参与官员的考核 他能做出很多的事情 他作为一个文章家 他作为宋代的散文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 他怎么样子来影响整个文坛的风气 那就是科长考试 所以在他的主持之下 这种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过了几年之后 又发生了一件事 还是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 看卷子 翻开一看 又是那种熟悉的文风 太学体的那种文风 我知道今年这刘几又来了 马上毫不客气的 就有点刷掉 结果把那面一揭开 发现不是 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就觉得挺奇怪的 看着这挺眼熟的 怎么不是呢 接着看了很多的卷子 其中有一份卷子 写得特别好 就是跟欧阳修倡导的这种文风 非常的贴近 言之有物 也很有文采 标有很高的分 揭开一看 叫刘辉 这人不认识 旁边有知道的说 这就是刘几 把名给改了 害怕 你一瞅他名字 就给他刷掉了 你见他就刷 他都给刷怕了 但是这个来的时候 欧阳修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揭开来看 他也不认识 那就是说 经过欧阳修的整顿文风 连刘几这样的 当年在太学体的这文体上面 在这文风方面 都是非常出名的人 现在也改弦更张 当然有的人说 那逼的没办法 他不改弦更张 他考不上 对 他是就考不上 但是问题在于 欧阳修所倡导的这种文章风气 所倡导的科场的文字的风格 那是正确的 就是用散体的 写自己真诚的心里头的话 写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事情 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 要关心社会的事物 要把儒家的道德 伦理 政治的思想 切切实实的 写入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当中 而不是要故意出奇 故意出新 那不是他们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们说 通过这样几次科场考试的这样子体制性的转变 欧阳修不仅自己创作古文 自己创作散体文 自己创作那些切于实事的文章 而且真正开始推动整个宋代文章的改变 我们说欧阳修是北宋文章的宗师 大家要理解 这个宗师的概念可不是轻而易举 谁都能当得上 什么叫宗师 就是不仅自己的文章风气要变 而且要引导时代的风气也要变 可是时代的风气要变 你只是一个文人 只是一个文学家 行不行呢 那不行 一个文学家 一个文人 你只有道 你自己手里只有道 什么道呢 就是我自己所要行的理想 但是我的理想 怎么能够付诸为行动 我的行动又怎么样能影响社会 我影响社会之后 不只是短期的影响 还能影响到长远 这就需要什么呢 这就需要事 一个人不但要拥有道 而且要拥有事 有了道 有了事 还要有什么的 还要有数 所以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思想家 一个文学家 一个文化工作者 他自己不仅仅是要拥有自己的道 你只要有 只拥有道不行了 那就只能独善其身了 自己天天在家里文章 一会儿写篇文 一会儿写太学体 一会儿写散体 是吧 一会儿写各种体 你写的再多 跟你们俩的一尺多高 两米多高 没有用 你要谋求事 获得现实的政治平台和运行平台 你站到了这个平台上 这叫居高生自远 欧阳修有他的道 他要推行这样一种宣扬儒家的思想的散体文 质朴的 质朴的 切于事实的散体文 他又占据了事 他掌握了科举的权力 同时 他的术 也非常重要 他的术是什么呢 他的术是不但要反对原来的偏体 更要反对 同处一个阵营之内的 但是建走了偏锋的那种太学体 因为他主持科举 号令天下 所以凡是考中的都是他的学生 这些学生将来写文章 将来做学问 将来为人 都会跟着做主的风格来走 所以你想 一个道 一个事 一个术 这就是欧阳修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角色 影响社会的很重要的几个元素 大家说你这天花乱坠的 说了大半天了 我面了很多反面的教材 是不是 我们就想知道 像欧阳修这样的一种改变了文风之后 他要再录取人 那人的文章得写成什么样的 才能入到他的法眼 那样的人写出来的范文 你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 就是他所倡导的 那种革新以后的高考作文 什么样的 您给我举出一篇来 我们下集再接着讲 宋仁宗嘉幼二年 即公元1057年 51岁的文坎宗师欧阳修 受命担任礼服科举考试的独口官 负责为我选才 利用科举改革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 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 对于这次科举考试的命题 欧阳修立足以关系国际民生的现实问题为主题 以平时自然的文风作为平盘标准 从而选拔出一大批国之栋梁 那么这次科举考试的考题究竟是什么 到底会有哪些考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 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唐宋八大家持 欧阳修第九集 后浪如何推浅浪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